哈囉大家好 我是施木魚戲師 爵婉容 今年二十四歲 然後平常會在哥哥開的施木魚店裡幫忙端菜啊 或是煮一些簡單的東西 那我這一次特別從台北到台中去參加 台灣那麼旺的海選 也非常幸運能夠從中間脫穎而出 所以我會非常珍惜這一次的機會 然後努力的把歌唱好 希望今天可以挑戰成功 歡迎卡位賽的挑戰者 傑婉容 歡迎 來自台北的女孩 好漂亮 美女 美女 妳好 瓜哥好 童童姐好 還有老師 現場觀眾大家好 希望妳今天來不是參加選美的 對啊 好美喔 我就是來自台北 我曾經是淡江大學的院長 月曆女孩 然後也因為喜歡唱歌 所以被老師推薦去當洪榮洪大哥的和音 妳所謂的月曆女孩是說他們選 十二個人來派每個月份的花錢 對 淡江 就是那一年然後十二個月份 那妳是哪一個月份 妳是哪一個月份 我是十月 十月 十月 十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十月 一般 我是十月一號生的 真的嗎 沒有啦 關我什麼事 沒有啦 妳看起來這麼陽光 八月為什麼會挑妳做十月 十月就想說涼涼 涼爽的天氣就給人家很舒服的感覺 對 舒服的 好舒服 對啊 有的就長得像過年 好 就十二月剛剛 有的是一月 心情不是很好 又有郁悶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年有在台中辦海選 台中辦海選 是 聽說妳當時也在現場 對 我當時也在現場 然後當天其實報名得非常踴躍 超過一百位的參賽選手 對 我好像覺得妳很面熟 真的嗎 妳當天 對 我是台 我從台北下去 我本來去台中找朋友玩 然後對 然後朋友想要去參加 他說那不然一起去好了 結果 太多這種明星的故事 都是陪朋友去 對不對 對 那他有祝福妳嗎 有 他很... 陪妳來 他很忙我加油 他有其他事 對 那今天先過這一關好了 是 我們的卡位賽妳要從哪裡去 從哪邊開會卡 我今天挑戰第五名 第五名 對 因為現在水準都還滿高的 對啊 都是高標 第五名 沒有第六名 第五名就兩位了 都90分 兩位都帥哥 這種類型男生妳會喜歡嗎 孫培恩跟謝祥穎 一個是屬於那種 一月比較悶的謝祥穎 對 我正要說 這個應該是一月份的 孫培恩是屬於 那這應該是屬於六... 快過年了 快過年了 十二年了 還是妳喜歡鄭雄那一種 鄭雄就... 鄭雄站起來 鄭雄我給妳慎重介紹 他是專門拍 這個很像農民力的小孩子 沒有 開玩笑 好 從第五名切進去 第五名如果切成功 那兩位帥哥要淘汰一位 很殘忍的事 我們不希望美女走 也不希望兩位帥哥走 她事實佔據就是這樣 對 沒辦法 所以妳今天如果挑戰 90分成功 她兩位必須要走掉一位 如果妳沒成功 真的 我們就跟十月說再見 對 不好意思 我們會加油的 好 加油 妳今天唱哪一首歌 我今天唱《雨蝶》 環珠哥哥的主題曲 《雨蝶》 雨蝶 來 一起來欣賞 謝謝